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又懷疑 博度也有人說,不是新翻或舊翻的嗎 始終今季地震的關係,其實很多翻組都亂了 所以時間都稍微調一調 今天就開始新翻 今季就很多原創翻組 這個非常好 我也非常樂意見到這個情況 原創翻不是問題,今季的質素平穩都高於上季 4月一般都好些 4月來講就... 出沒大地 應該是慣例,通常數量比較多 質素比較高 我們第一套說什麼 未定 犬哭 Post Day Post Day 雜交日 被人族稱為狗日 當然不是這樣解釋 之前一個月是有類似的遊戲的名字 是嗎? 那個多輝太 事前當然這套東西是因為想念刀足真紀的名字 好像很厲害 令人有所期待 不是啦,這個名字我很害怕 是嗎? 都不會去到那麼雷 其實他又不是雷 因為編劇來說他又不是很差的 至少也有正常人以上的水準 補充一下 刀足真紀最大的 第一個感覺當然是馬荷梭莊 永遠的卡丹丹丹丹丹 即是魔法少女內業 這套東西 第一集就很典型 一個奇幻的故事 RPG 最王道RPG展開 其實我覺得第一集有少是傳眾之物的動畫 第一集 不會吧 感覺有點像 不知道 那你覺得吧 至少我就不覺得 但是 一個國家 我們一定要亡國 整個狗 沒有理會的 狗二 就找二世界勇者來 跑一隻狗過去主角 真紅和泉的世界 用魔法陣捉牠回來 叫勇者大人 幫牠們打仗 其實第一集 那個位置 所謂的 狗那邊陣營的軍事會議 其實我一開始看牠說 有兩個很厲害的騎士 出來執行著很重要的任務 然後我就心想 有什麼任務 可以驗中一個亡國呢 找勇者 其實可能那個將軍就是那隻狗爺 找勇者 後來決定 你認真了吧 你不可以認真 找勇者是公主一場另音 沒有關係 其實莫誠小弟姐說 我隨便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國家好自有大臣 好自有將軍 當然也會有一個狗公主 那狗中主 經常都說了所有事情 其實大家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協議團 然後跟著就 好像剛才 是不是真的狗爺 好聽些狗公主 然後就跟著好像 尤玫兒所說 就派演牠的使者 去到這個 人類的世界 去找尋這個勇者 當然 大家是完全不能夠理解 牠找勇者的基準是什麼 對 好像拿第二 那拿第一個 第一個法軍 應該是敵人 猜一下 猜一下 你當然沒有看鋼鐵神兵 不如你先不要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找個學生 你不如找個軍人 你想想 找蛇叔看牠狗 變成怎樣 是真正的戰場 那不行 蛇叔不習慣打無雙 蛇叔真的 不覺得狗會有雪茄提供給牠 不知道 可以理解為狗咬著那把劍 就是勇者素質的認證 即是手沈氣 但我告訴你 那隻狗咬著那把劍 一百個又一百個都覺得 他不在那裡放封鋼鐵神兵 你明白的 我不說那麼密 大家明白的 一百個又一百個都知道 很重要 這一下就是驗證勇者素質 就是 誰避到這個劍的話 就是勇者 有什麼可能 有什麼可能 你很難改變 怎樣可以改變到 他落地的路線 那你真是能人所不難 發不可能的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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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輩子之前 他們在想 為何主角要整個跳樓 我明白 他們回過學 都要打個空回去 做什麼 表現這個 老師幫忙一條走出來 其實我這樣一跳開一點說 我覺得 狗世界的邏輯理論 沒有所謂 是二世界 你說完 但為何人要打個空回去 要打個空回去 我真的解釋 其實 我覺得 他的個案 其實是想 不想說太多 就是說 你一進去就要打 哪有時候有美主角修煉 又不是有精神時光 你一開始就要表現 怎樣去表現主角是 厲害 合理化 不關事的 在二世界打就不用跳高 放大了就行了 必殺技 你不要理 這裏是 當然 你可以說多了 但是 只是描述說 他的身體能力 有多高 不是多了 是太重 我明白你的含意 但是 我覺得他用這個畫面 會出現出來 我覺得好笑 好好的 好好的 做甚麼要打空回去 就是 你想想他離開學校的方法 打開個槍 然後跳下去 那些神經是奇極怪怪的 甚至那些思覺失截 你會問你做甚麼 好了 大家又忘記了 R.P.J裡面 勇者數字 勇者是永遠不會走正門的 來 他出了幾個門 走正門走 你說勇者是不是 咕嚕咕嚕咕嚕 那些道賊 我問大家 玩R.P.J裡面 一些劇情關卡 或是甚麼的 全部都是勇者 都選前入 何時有選正門進 他們是蛇式 前進 他們是不懂 所以 這隻狗其實觀察了他很久 發覺他這輩子都沒有走正門 所以就哭了 這傢伙一看就走歪道 沒有人做 這個不懂 我覺得這個找臥底 找錯人 那倒不重要 最後就被狗 倒了過去這個異世界 你是否他的主人master Saber召喚 然後就召喚了過來 當然是很老狠的調整 勇者大人 你就是 時間沒有那麼多了 我先說幾句 在你上場先打 或者這樣說 其實作為珍鴻 這位男主角 其實他的哲實能力 都非常之高 其實都可以 不是哲實能力 他是中二能力 因為他說他自己當他在做夢 不是 那些世界很好玩 不無聊 好玩 我先玩一下 對 因為現在世界無聊 沒有東西給他打 對 我想我們要稍稍提一提及的 就是 在他們那場戰爭裡面 大家是完全沒有戰爭的感覺 你只是看到 有一群很可愛的動物 環丁小動物在那裡 嘻嘻 不是 你感覺上 好像那些警察訓練學院 還是那些遊樂場的兒童事司 為什麼走獨木橋 爬繩 那些什麼 有什麼 之前還有武昌和龍劍都相似的 當你走近看 嘻嘻 為什麼會有動物橋 最糟糕 為什麼有龐白 誰是直播的 原來就說 原來這個只不過是一個類似 運動會的 講到這個面子 原來是一個家生死傳狼 原來是運動會 叫我去軍事會議 我看到那些士兵一陣 就變成球型 貓狗 我第一次想起 哇 波是完的 你這件事 你可以說 叫做什麼 其實好像其中一則故事 我都記得 他們用一種活動去取代了戰爭 我開始可以這樣理解 這場運動真的輸了的話 是真的可能對國家有某一種影響 我是一開始 當然這個稍順即逝的想法 就立即會沒有了 因為他還說 我搶分 什麼額外得分 好像考試 那個是個人VIP的分數 即是他的戰鬥方法 如果平常武器打 可能是普通分數 但危險些 空手赤手空完 碰身體 打贏的話 就高一點分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即是 好老實講 運動會這件事 我覺得那一刻我都接受到 即是不什麼 可能你說 你這個戰爭 人家以世界戰爭的講法 和你人類理解戰爭的講法 可以不同 那你可能說 原來這個戰爭 只是一個運動會這樣的比賽 沒有問題 但他那些比賽的位置很奇怪 即是 又要武刀武槍打 但其實原來見過 人家的身體就可以得分 即是兩樣東西 你會發覺 一個是很紋 一個是很靜 一個是很紋 一個是很無 其實我覺得兩個是 你可以說他這樣設定 這樣設定我不可以質疑 但我覺得這個設定很奇怪 最怕設定是必殺技 可以亂貨 這個我覺得 再要之後說 這個完全是愛道了 其實 剛開始他說 規則 即是擊中 即是擊中 即是擊雲 可以叫做 會受球化 會 退場 會收力戰鬥能力 或者碰到他們的頭 或者背部 即是即死攻擊 還可以有教訓 即是有 bonus 即是其實我開始想 你這些弱點 即是 如果給我 要怎麼打 不斷過去 找個速度型的 不斷過去 勝敗 贏了 其實要怎麼放大絕 成功十八球 不是 應該獨木橋 又在走 我覺得 反而你說 既然是一個游理規則 我曾經你說 弱點是可以自己去設定的 即是一定要設定一個弱點 但即是你怎樣去觀察對手的弱點 我才會覺得 你打到弱點的是因為你的觀察力高 這個我覺得才是輪點 如果你說 每個弱點都是同一個地方 那 哪有得玩 勇者都好願意打到 人海戰略全部奪上去 肯定有個派到重頭 這次 這個很難說 因為 故事就告訴你 聽到 這個世界有無雙的存在 有必殺技 在你之前 剛才的設定 規則 我都覺得 算了 你喜歡這樣才才才才 到開邊殺技 我就又忍不住了 為何要開邊殺技 最好是有頭有面有名 就是開邊殺技 沒有頭有面有的 這就是職業問題 那些店叫雜儀 所以不能開 不要這樣 那些叫有名武將 大家玩一個RPG 都知道 一種職業叫士兵的話 他們只有一些近身的攻擊技 而作為一個勇者 劍士 魔法師 等等其他職業 他們有很多遠距離的攻擊招 我想說 士兵應該不是職業 應該是MVC 不是 士兵是一種職業 但是士兵是一種職業 但是士兵懂得迴避 難怪幾人出必殺技 出什麼鬼 這就是關乎 你用那個職業 你的基礎能力 就要跟著那個職業 因為你的基礎 是AI 對不起 你搞錯了 用一個很像奇的流行車 只是可以向前走 哇 又對 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美女前面出招隊 突然衝 然後主角 當然 他一開始練功 找武器都不用 一開始就有用自己的裝備 這隻RPG 還是H-9 李令尚義 還可以變形 他想變什麼變什麼 下次如果他說 我摸幾關槍 我變幾關槍出來 大家不用打 死了 馬上 我加龍 你打什麼 我知道為什麼你說叫蛇叔 如果他照個Metal Gear出來 說什麼 所以你說 沒有 其實你不爆這些 怪什麼文章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算 一爆出來又開炮 又必殺技 他最初爆發文章 他還沒說文章 我看到那個狗騎士女 還有我哥哥 我最初我以為 那一刻 我覺得會斗火 我明白的 我一刻覺得 這是不是聖獸呢 誰知道是否有文章 然後我問 怎麼會這樣 我建議 我非常建議 剛才大家都聽到 我不停說RPG的什麼 大家聽著我說 先不要插著 首先勇者來到異世界 當然有個NPC 會跟他解釋這個異世界的情況 然後解釋完之後 去到一個類似村長的城 當然可以拿到一些基本的裝備 拿到一些基本的裝備之後 接著就要什麼呢 新手教學 這個異世界的遊戲裡面 究竟有什麼特殊的人 當然是需要找人去教的 所以文章砲那裡是非常合理的 然後還有個教學的BOSS出現 沒錯 然後就有NPC幫你一起打 哇 很合理 這是LV1的 讓你練功 大家理解到這個故事 是怎麼回事 但不是應該有個什麼 你看過 你也可以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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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跳過 最初就是 勇者問他 這個是文章砲 然後勇者說 村長說 你會教我的 然後就答對 然後很順利成章 就是 狗女就示範一次文章砲 你明白了嗎 需不需要再示範一次 然後他說 否 那你試一次給我看 大家看不到他的動作 他的手舞 觸到不斷地做 你不知什麼 下方 他說文章砲塞氣力 打幾個數目 他一場仗打了三次 好像 心手教我 是不會扣MV 一刻開始就滿了 必殺技術 那些全部都滿了 不然怎麼會讓你試 是送的 原來是 原來是 沒有理會我們 第三次還要唱歌 那隻手才是OP 我們已經完美的詮釋 完美的作品了 當然你說這套東西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BOSS級的人 你看R.P.C. 最重要的是 類似中BOSS 或者大BOSS 演一演 但不會打死主角 會放在一條山路 至於此類 但起碼不會被打爆衣 沒有爆衣 爆是同伴爆 他沒有爆 不是他有 他爆爆衣 他沒有用 夠水 蠻糟的 不是他這隻 其實是PSP 女王之刃的遊戲 魚王之刃 不是他 有分別嗎 都是爆PASS EISER的BATTLE RAPPER 打打下會爆的 看你打哪些位 還怎樣攻擊 對 打下會爆上身 很合理 所以當然那些桌都沒有用 那些桌也是類似巴沙拉式 被人爆無雙用 是被人爆飛的 當然爆飛的方法 其實你跟無雙這個比喻 不是 巴沙拉比喻 不是 巴沙拉打小桌 是有些錢跌出來的 他這裏同一道理 是有分我的 不是 收球跌出來 不是 不是一個位有分的 是啊 是有分 不是 巴沙拉打你是有錢的 最後第二集 不要說第三集 第二集的位置 有一個很低能的理由 就是因為 爆了衣服 給夠服務 那我頭寒了 我是完全不能夠接受 教學完了 還不吃頭寒 還打下去 還打下去 對 不可能 第一場主角 魔魔魔會找到你 又會走 你錯了 你有沒有想過 通常出大BOSS或中BOSS的時候 第一次跟他交戰 就是 你只要捱夠固定關數之後 他就會自動撤退 同樣道理 他只要爆到一定三數之後 他就會自動撤退 沒有 沒有 給我們記憶 我們一定是盡量 在那個戰爭裏面 一定會打死BOSS一次線 肯定有特別道具 一般都是 通常我畫面之後出來 都是被BOSS打一波六 不知道為什麼 比較難一點 每次一次打 通常打到10%會自己撤退 很難打 其實你比較難理解就是 我們要講的是 所謂的爆衣服的設定 雖然明顯是一些服務來的 我都沒得說 我已經完全沒事了 為他要爆我都沒辦法 第一集還說 這裡有靈向 第二集我覺得沒有多自有麻醉 爆了衣服 還有靈向 這套東西不可以有靈向 這個 沒有 其實說針著我都不是爆爆衣服 爆衣服我都是無聊的 其實是可以不做的 但如果說針對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我純粹說 你之前做了一堆東西 說我怎樣去比賽 好似好比賽 好似好和平 然後你無端開一個無雙出來 其實那個意義是不同了 我覺得後半年 你經常說 那些人可以開B殺技 開技的時候 是變成了 什麼 八人斬比賽 那你前面看的 明顯是一個 一層戰爭 後面你是一刀 那就沒有了百多隻 那打了什麼 那些人打來做什麼 如果真的比賽 或者大家同等策力差不多 一多一槍 可能真的行格仔 這樣打的 我都算你了 但問題是必殺技能開金手指的 已經不是比賽 是屠殺 你了 這樣要啊 大家抓仗棋 抓是可以一步一步向前 錯了 這隻居是可以飛過去 大佬陪現在的居一掃 全場沒有了 這隻是機戰來的 高勇者一開始什麼 開了什麼 必閃必中 然後什麼炮 不是愛呢 暈暈那些熱血那些 始終你的定位不同了 你前面都可以說 我是因為我整體軍隊的實力是高過你 所以我的分可能會是慢慢高過你 後面不是我一掃就一百 你一掃就一百 其實大家哪個掃得快 或者我打死地方 最後人家的BOSS說 我打死地方的BOSS 所以其實這場比賽 都不用怎麼打 其實其他人 他在那裡做什麼 你這個就是XOG的勝利條件 你可以無視所有出去打大佬 勝利條件很多時候 未必是敵全滅的 你打死XX將軍 就完成任務了 不過通常大體上來講 我們都會掃完他場 賺少錢 我打了三五無雙 我就是一開始打 曾鴻其實是會玩RPG 他知道 你怎麼這麼說 曾鴻其實打相機 這遊戲 他一個女傭人來到之後 他為什麼要先打出 我們玩RPG 一開始看到第一隻大佬錢 我們都一定會先打出 升幾個Level 不是的話 大佬一打過來很痛 不是啊 打出可以賺點錢 不是啊 買件房具先 已經送給他了 不是啊 一開始那個很低房的 村長莊 你也很理解的就是 曾鴻出文章炮的時候 Level1的文章炮 新手道具送給你 通常都是Level1 Level2 Level3 自己合成自己買 或者打大佬拿 我突然想起一個東西 覺得很同調的 這個世界觀點是狗 大家想想 大家玩Mon 好像新手教一下打狗龍 奇奇一模一樣 但以前是一隻貓 公主是貓 對不對 然後 你說這些同門都貓 以前是貓 村長是貓 又是同門都貓 對 最後這集 第二集就說到 勇者說我要回家 我要save 我要下線 原來告訴你 這遊戲是不可以下線的 不是 應該是最原始的那些遊戲 是沒有CG mode的 有Online沒有Fly 對 對 免貴打推特幣 當然這個我覺得 有少少不極 既然你可以送到 一隻狗過去 那個世界 即是單向式送過去 沒有理由 應該是有門式 你可以這樣說 可能這個世界可以自由往來 但那個世界來了 就無法去 直通車 單程線就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這樣理解 要理解 在一個沒有CG的世界 裡面 有很多東西都很單向 你可以由四十樓 山人跳下去 但你不能有四十樓 山人飛上去 你明白嗎 不好意思 我不太記得 那隻狗有沒有回來 有 有 公主婆婆 如果他回不了 如果他回不了 我覺得整件事就合理了 全部東西都是單向的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 你犧牲了那隻狗 好像那些 全單視者 遇到他被人砍 如果你想說 那筆 如果你想想有這件事 我應該問 那隻狗 就是那隻狗 那隻狗 那隻狗 就要問 就是那隻狗 就是那隻狗 就要去撞 那隻狗 其實已經有幾億隻狗 楼 躲起來了 座起來了 很暗 又一個暗黑兵 出去了 我還是要按他 那幾億狗 打就贏了 這套 26集 我以我所記得口字是,但不知道 不清楚 預計發展應該都是 這場所謂的遊戲 之後應該都 化敵為友 前衝進 後風建立 之後真的有真正戰爭 這些比賽最後有大魔王 外星侵入 或者其他 為了讓這個異世界裏面的人 不要忘記戰鬥的本能 所以要舉行這些運動會 來保持他們的戰鬥本能 當面對大危機的時候 沒錯,貓公主才是黑的 粉紅色海也是黑的 很合理 對 這套到這套 如果大家對RPG有非常深入的了解的話 相信看這套應該是非常之 不是啊,我問貓耳 我問貓耳的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你千萬不要認真看這部電影 這套我看不出來 你這樣看就覺得沒什麼 你很認真地用一個RPG角度去看 不行了,對不起 我忍不住 你現在在擊敗的敵人 升了Level 2 得到沒見到武器 我們一直到這套 我們下節繼續 第二套到這套 我們下節繼續 第二套到這套 我們下節繼續 到這套